好来看到大家最关心的林业级自然保育署花莲分属 7月在花莲县着西乡咖啡园 救援踩到了山珠掉陷阱受困的雄性台湾黑熊 那么在动保团体的照样之下呢 四个多月之后恢复的情况非常好 那么评估健康无余 在当地布农族的祈福之下呢 13号是顺利的野放重返山林 并且以大谷阿力为他来命名 期许重返山林之后能够成为森林中的领导者 林业级自然保育署花莲分属 7月在卓西乡咖啡园 救援踩到山珠掉陷阱受困的雄性台湾黑熊 近四个多月照养 体重已增加至101公斤 评估健康无余 13日在布农族清水部落头目合成中带领祈福 命名为达古阿里 为布农族一个伟大领导人的名字 在森林护管员的驱离枪声及器名喇叭声响中 朝森林深处奔去 期待重返大自然后成为森林的领导者 今年7月在卓西乡咖啡园救援的台湾黑熊 经过野湾野生动物保育协会 四个多月的照顾 目前伤口的恢复状况非常的良好 健康也无余 经过专业的评估 得达到野放的标准 所以在今天早上就进行了野放 在野放之前 我们有跟部落开了五次的说明会 在说明会当中 除了说明野放的过程 野放之后 我们会透过监测的团队 去做一些卫星发爆器的监控 如果黑熊在发爆的过程当中 有靠近部落或是有临近领导的时候 都会做一些驱离的动作 也帮他标上耳标 方便日后的观察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希望 因为卓西是一个有熊的地方 那我们希望民众在公寮 或是在住家附近的厨余垃圾 能够收拾干净 那避免引导黑熊进入 那如果发现黑熊呢 也请通报华联分署 我们会及时派同人去做协助 那也避免人熊冲突发生 林保署华联分署表示 熊之野放后 分署除了持续透过卫星发爆器 也会传定位资讯 追踪移动轨迹及范围 也会在部落周边设置电子围离 确保人熊安全 华联分署呼吁 卓西区域 民众除了加强食物 除以管理 也鼓励部落族人 加入台湾黑熊生态服务 及副示范计划 如发现黑熊自扰或受困 立即通报华联分署 或林野保育署 24小时通报专线 接着蒋包页 卓西香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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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